各位好,我是劉振谦,在成功大学服务 首先要感谢业院士的邀请 有机会能够来台湾太空科学联盟OCI线上座谈会分享 我原本设定的题目是 海洋水色卫星遥测回顾与展望 希望能谈一谈台湾立方卫星任务发展的契机 不过因为我的时间只有10分钟 要讲这个题目实在是不切实际 感谢业院士提供了一个QA的list 从中文的叙述看来 科技部想要了解的 是发展台湾海洋水色立方卫星任务之可行性 而用英文描述的这7个问题都非常具体 因此我将今天分享的题目修改为 发展台湾海洋水色立方卫星任务之快问快答 这是报告的大纲 我会先回顾水色窑测任务和过去相关的研究 再针对业院士所提的7个问题具体说明 古代的水手就知道 借着观察河水和海水颜色的变化来导航捕鱼和汇制海图 但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直到17世纪有光学显微镜与维生物学之父称号的荷兰科学家Liuvenhuk 参考英国虎克所发明的显微镜并且进一步改进后 发现了大自然中其实存在的许多微小的生物 1674年他搭船在湖泊上航行时就对湖水的颜色变化产生好奇 用显微镜观察后才明白湖水的颜色变化是由于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数量消长而造成的 他把他观察的结果和发现详细记录下来 并且写信给英国皇家科学会 后来被接受并且正式发表 这就是全世界观察水色的第一人以及其重要的发现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苏两大强权进行太空竞赛的过程中 NASA的科学家才思考到从太空进行海洋研究的可行性 1964年在Woods Hall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6年之后NASA第一次将光谱仪搭载在飞机上 于1000英尺的高空拍摄液绿素浓度每立方米0.1到3.0毫克的水体 确认了不同浓度的水体会有清楚可辨别的讯号差异 而且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 讯号衰减也会越来严重 经过许多次的飞行实验 在配合同步的水上量测验证工作 成为了8年后全世界第一个海洋水色卫星任务CDCS的重要基础 这张表列出了已经厨艺的海洋水色卫星遥测任务 可以看到美国CDCS这项实验任务结束后 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全世界竟然有超过10年的时间是海洋水色卫星资料空窗期 许多的科学家都高深疾呼需要资料 这也许是当时台湾将海洋水色作为第一颗卫星科学任务的时空背景 而约在同一个时期日本和韩国也都将海洋水色作为他们第一颗海洋卫星的主要任务 只是日本的运气不太好 接连两次的任务都失败 但还是屡败屡战 到了21世纪中国也加入了海洋水色卫星遥测的行列 而10年之后韩国更是把卫星送到了地球同步轨道来观察海洋水色 在这个领域领先了世界 这张表则列出了现役的海洋水色卫星遥测任务 可以看到这20年来韩欧美日中印这些国家地区的海洋水色卫星遥测任务 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 资料品质也很稳定 而且完全支援资料开放政策免费对外提供 这张表则列出了未来已经排定的海洋水色卫星遥测任务 可以看到美德中印阿根廷分别在时间空间和光谱的解析度上都更加的精进了 卫星所侦测到的其实是水中的外显光学性质AOP 例如遥测的频补反射率以及离水辐射的频补浮量度 但使用者真正关心的是水中物质 例如液律素A和总悬浮物质的浓度 能够把AOP和物质浓度关联起来的 是固有光学性质IOP 例如吸收系数和背向散射系数 而根据古典辐射传输方程式所建立的辐射传输模式RTM 可以帮助我们将IOP转换为AOP 但是成分光学模式 COM才是真正描述了水中物质浓度和IOP之间的关系 根据所给定的条件和代求的参数 水色遥测可以分成正算和反算两种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正算的问题 如果将生地化模式所输出的结果作为已知条件 我们可以使用蒙蒂卡罗法 将一束太阳光视为大量的光子所组成 然后模拟太阳光入射地球 经过大气 穿透水气界面 和水中物质发生种种交互作用 模拟所接受到的物理过程 就可以计算卫星感测器所接受到不同波段的讯号强度 针对近岸的海水 若是加入地形的边界条件 使用反向光子追踪的技术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模拟 飞机上所拍摄到海底 具有沙丘地形的光学影像 而这些都是属于正算的问题 将计算所得的海洋水测讯号 和卫星实际观察到的讯号互相比较 就可以用来验证生地化模式 并且提供修改的建议 而针对反算问题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最佳化技术 例如光谱匹配法 基因演算法 就可以达成从海洋光学卫星影像上 去推估水中物质浓度 和各种固有光学性质的目标 再结合精准快速的水下光学模式 还可以从海洋水色卫星影像 去推估水下透光层的深度 我们也曾经应用这些反算模式 来进行高频核口冲淡水团的分类工作 也曾经和我以前在NASA的老板合作 运用多元卫星协同观测 来提高产品的空间分辨率 当时使用的是MODIS FUER2号还有Lenset 7 这是实施大量的地面同步调查 以进行大气校正 推估内陆水体水值的应用实力 这是增稳水库的水值变化 这是应用多年期的FUER2号影像 进行高频核口冲淡水团分类工作的实力 以上就是我们过去在水色窑测相关的研究 接下来针对这七个问题 一一的来讨论 为什么海洋水色的观测这么重要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感测器的技术门槛比较低 使用的是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波段 感光元件可以说是价廉物美 另外在海洋的研究上 时空解析度的要求也比较低 不像陆地上变化那么快速 而海洋水色窑测的目标也比较不敏感 一般都是探讨海洋的浮游生物 或者是有色溶解有机物质 主要是和环境生态 渔业污染全球碳循环的液体有关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敏感 另外所拍摄到的可见光影像 也比较接近我们人眼所见到的影像 解读容易感受也更直接 但是有一好没有两好 一般来说海洋水色资料的处理 在遥测的领域里面难度算是比较高的 因为卫星所收到的讯号 有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于大气 是需要滤除掉的 而校正与验证工作也需要大量在海上同步量测的数据 正因为是光学影像会受到天后的影响 而往往在关键的时空中就是无法取向 另外正因为这些遥测的目标不敏感 它对于射精的冲击也比较小 很多时候这些资料都是可有可无 没有不可取代的特性 所以冲击比较小 另外呢就如前面所回顾的 现在海洋水色资料的来源很多 都是免费提供 无论如何 很有意思的是 美日台韩中都选择了海洋水色 作为第一个海洋卫星任务 以此加入了所谓的卫星俱乐部 第二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海洋水色观测对台湾来说很重要呢 如果回顾前面所说的现役的这些资料呢 都已经很成熟又免费可以使用 所以直接引进使用就足够了 而新一代的卫星也都规划好了 在时间空间光谱解析度上都非常 非常的良好 更加精进 所以呢 不是台湾现在开始规划就赶得上的 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说海洋水色任务仍然是台湾要进入自主的低轨道卫星星系俱乐部最合适的入口 所以 如果你问我海洋水色对台湾重要吗 我说 我的答案是不重要 但除非台湾要建构自主的低轨道为卫星星系 如果是这种情形 那OCI就是首选 待会我们会更详细的说明原因 接着的问题是 哪一些是主要的使用者呢 其实海洋水色窑测资料已经有很多标准的使用者 例如水质方面呢 水利署环保署都很关心 污染方面呢 现在海委会底下的海宝署 更是主管的业务 另外在渔业的资源方面有渔业署等等 科学研究上更是有许多的生地化模式 全球碳循环都使用很多的海洋水色卫星观测资料 就资料的服务来说 目前欧美这些主要的卫星任务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 因为和设计建造发射运营卫星所需要的经费比较起来 在资料处理和分送服务上 这些都是小钱 不过我们应该要放眼全世界 要用革新的产品来吸引新用户 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台湾的用户 是不是会要使用海洋水色卫星资料 那我必须要说台湾的用户太有限了 而且这些资料可有可无 有很多免费的资料来源 是没有办法作为我们去推动 昂贵卫星任务的理由 所以不要画地自线 应该要开创革新的产品 设定世界各国为用户来提高影响力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台湾的自主的系统呢 我想这些事情我们要从国家的高度来思考 因为有些事情很困难 很花钱 很耗费时间和人力 但是如果认定重要 就需要从国家高度来规划推动支持 特别是有一些事情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还有一些事情是早期没去做 后来就做不到的事 也就是说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的事 有一套台湾自主规划的系统有很多好处 它便于模组化 未来我们可以弹性灵活 在上面放置不同的感测器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同步发展各个单元 以节省时间 所以虚恒世界的局势 台湾应该尽早尽快发展自主的低轨道 为卫星星系 第五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海洋水色的立方卫星 对我们的研究很重要呢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提供各国都需要的创新加值产品 提高影响力的保贵机会 因为运用我们团队最新发展的技术 可以提供全球河口和静岸 海面流线与静线的海洋水色资料 创新加值产品 请参考 我今年就是上个月才发表的一篇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呢 我们这一项技术目前受限于一天八幅 空间分辨率500公尺的韩国GOS影像 所以只能侦测大小超过16乘16平方公里 速度呢必须要超过每秒3.42公分的海面特征 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星系 假设是一个部署在四条进击地轨道上 由24颗微星系 微卫星所组成的星系 全球定点定时 从每天早上9点开始 约每20分钟拍摄一张影像 到下午5点为止 如果这个影像的空间分辨率 可以优于100公尺 在可见光范围内有6个波段 波段的宽度不超过10个nm 我们就可以侦测大小超过3.2乘3.2平方公里 而且速度呢 是每秒2公分左右的海面特征 这将会是一项各国都需要的创新加值产品 可以大幅地提高我们的影响力 第六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群能做些什么呢 那根据我过去投身在海洋卫星窑测 超过20年的经验 成大团队可以在这四个方面做出贡献 至于国际上和国内可能的合作者 任何跟国内太空相关的单位 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另外我们成大也在最近要成立一个 校级的太空科技中心 那我过去长期都是韩国GOSI KOWVALVE的顾问团 那另外我们也和日本太空总署 和亚洲的海洋水色团队呢 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合作的伙伴 最后我用这一页投影片来回应 并且做结论 谢谢